美国苹果公司昨天推出了杀手级产品 iPhone 6和iPhone 6 Plus掀起了热烈讨论 苹果迷都很关注 什么时候在自己的国家可以买到这个苹果的新品 不过今年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以往iPhone 5开卖的时候都抢第一波的中国大陆 这次却完全的不在名单当中 日本苹果专卖店外热情的苹果粉丝们 早就已经准备好长期抗战 瑞戴 唐义 样样都来 等着9天后的开卖 这样的热闹场景同时也出现在美国和其他首发贩售地点 但是今年大陆苹果迷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苹果官网发布首批贩售iPhone 6的 包括美国 加拿大 日本 香港等地 但就是唯独少了中国大陆 我觉得它应该是被苹果临时 把它踢出去为第一次首发对象 手机达人听格分析 很大的原因就是大陆电信商 胡乱泄密惹恼了苹果 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在苹果发表会的前几天呢 包含中国的电信 然后包含里面有很多那种合作厂商 在把手机实机拿出来做爆料 老实说其实这样子都是违反规定的 网媒报道 苹果延后在大陆上市 跟官方迟迟不发出入网许可证有关系 这次传出由于工信部要求电信商 禁止宣传FDDLTE的规格 并要求包括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设备 60%都要使用自家的TDLTE 连带影响到iPhone 6的发造 多种原因网路上分传 连带的就是iPhone 6的水货机 现在已经炒得水涨船高 今天有一个最新行情 就是香港卖水货到中国去 10万到11万的水货价 对 是从香港那边去买的 iPhone 6大陆什么时候开卖 没人知道 不过台湾的苹果迷可以比较放心了 包括国内远传 台湾大哥大和台湾之心 都已经开放预购 至少不用大老远 还要跑去香港排队买水货 新台电视陈辉莫沈未同 台湾台北报道